这嘴生得跟刀子似的 你是仗着贤妃的恩宠呢 还是仗着你阿玛在我阿玛面前 略微得脸些 就真当自己是个格格了 皇后娘娘慈心 待奴才们可真是好 可惜啊 王亲是个太监 太监怕什么 王亲好歹是皇上身边的大太监 人也在宫里 林心若是嫁到外头 万一出点什么好歹 那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还不如守着宫里的荣华呢 各位姐姐 昨晚上难道没听见什么声音吗 玫瑰人也听见了 恍惚听到五房那儿 传来两声女人的叫喊 照理说 衍禧宫里五房最近 该是贤妃听得最清楚 的确是 的确是我们睡得早 什么也没听见 贤妃娘娘不肯说就罢了 阿若 你睡得晚 你可听见了 没有 或许是哪个太监的叫声 听起来 很像女人吧 太监就是太监 女人就是女人 声音不一样的 会不会 是连心 咱们这么揣测 估计 会惹皇后娘娘不开心吧 许她喊 就不许咱们议论吗 我倒想知道个究竟 雷辛为什么会喊起来 那声音啊 好凄惨啊 吓得龙胎都在我腹中抽了两下 差点便要传太医了 你们就少说两句吧 海岚 我们走 走吧 姐姐 我想先去内务府寻些碎料子 那你早去早回 是 当面给雷辛道喜 背地里却看人家笑话 贤妃娘娘请留步 贤妃娘娘 您的娟子落在长春宫了 皇后娘娘叫奴婢给您送过来 多谢了 眼看就要下雨了 你也回去吧 免得沾着雨也不好 是 如今莲辛姐姐可与我们不同了 淋了雨也是有人心疼的 都说太监会疼人 瞧瞧 这镯子多富贵呀 的确是王公公疼姐姐 再说了 姐姐嫁给王公公 也省了生儿育女这桩苦楚 这是旁人求也求不来的福气呀 咱们回宫吧 这福气这么好 那我就祝你也嫁一个公公 白头倒了 死生不离 我哪里能和姐姐比呀 只能看着姐姐和王公公 无儿无女 轻轻静静地相伴到老了 你 阿若 你要再放肆 本宫就要好好地罚你了 什么便要狠狠地罚 在宫中这样放肆取笑 就该立刻打死 贵妃娘娘 奴婢是无心的 无心也能说出 这般刻薄的话来 可见私底下嘴有多坏 阿若放肆言语有失 是我管教不严 还请贵妃恕嘴 怜心 你回去好好伺候这皇后娘娘 本宫自会为你做主 奴婢多谢贵妃娘娘 这嘴生得跟刀子似的 你是仗着贤妃的恩宠呢 还是仗着你阿玛在我阿玛面前 略微得脸些 就真当自己是个格格了 奴婢不敢 皇上常说 中司门寓意大清子孙昌盛 乃宫中颜免子嗣 神圣之地 你竟敢在中司门下 说出无儿无女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是真不想要命了 何况 怜心的婚事是皇后娘娘亲赐的 就凭你 也敢出言嘲讽 卢婢应与怜心姐姐相熟 才这般开玩笑的 贵妃娘娘恕罪啊 出言不逊 嘲笑宫人 无视中宫 冒犯祖宗 本宫不得不责罚你 以尽列祖列宗